咱们看这只牛,昨天早上有一个母牛下毒了 一百多斤的小牛犊,由于难产,小母牛犊都照进了 挺可惜的,咱们现在看看这个母牛是由于什么原因造成这个难产 老蛙都出来了,后废物就出不来了 别大后废物 那卡二十年,牛犊就照进了,老蛙出来了,不能喘气的 这种情况太少了是不是 一般没有说,卡后屁股都是走来的 这种情况太少了是不是 那很常有时候卡后屁股怎么来的 那后座太宽了,比如说 多大牛犊子 一百多斤的 那你说你这是啥呢,这些牛小啊 我说你这个牛小啊,你这大牛才多大呢,这头产呢 头产配太大了 牛股太大了 这牛啊,这小牛股价小,你这配这个牛股,配这个精种啊,不能做太好的 都在头来的 都在头来的 都在头来的,都在头来的 都在头来的,都在头来的 嗯 嗯 难产一般的一些人家那个子物女管来或者说,那个提的脑啊,变上来 嗯 或者说做生的了,你这都属于正生是吧 对,正生的 因为那个下那个 脑袋包屁股和筋骨又往下来的 哦,脑袋包屁股和筋骨又往下来的 嗯 那不得挣得过来的,我听话说,整的 刚才都,今天都不上头了,我一手 一早写一期,我的筋骨骨,这个什么 哦 哦 哦 你这个很快啊,这他 一马,你这些怪呀,这他 这也就在这个啊,在里头骨了多长时间?骨了四十多分钟 嗯 把脑袋先骨出来对吧 嗯,咋这么样去 对,骨出来呢 你这个就没骨出来你 这事呢 这事呢 挖的山都出来了 就到后面我卡上来 哎呀那水面没转坏了吧 没有 太医出来了吗 没有 昨天的事啊 这桌上 桌上三年脚 打针了吗 这个地方 太医 太医这里都不得有严重吗 那你现在再打点 打点什么 说公主啥的 他不能促进 他跟我说排这个太医 你没有 我看他有点 他不能促进 这个地方 他不能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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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烫不了 烫不白血 他不赶紧跟没烫一样 这个母牛 下个昨天早上8点就开始 要下毒 要绞病了 完之后早就瘦一来 瘦一来把这个牛下这个牛犊 它这个生的牛犊还是属于正省的 不是说道省的 阿里头是应该就是很顺利 就把这牛犊都排出来 当时还有瘦一带 由于这个牛犊有100多斤 这牛犊的前半身都排出 就到后座那会儿 生不过来了 卡那儿的 还是个小母牛 当时这个瘦一在场 又找了石头被人拽 被人拉近的最后拽出来 拽出来的 叫做牛犊没保住 太可惜了 咱们养牛 就是为了个牛犊 就是牛犊没保住 咱们分一下的是什么原因 这个牛犊没保住 主要就是说 你看这个小母犊 它是属于是寒的 它都没到二年生 二年长得不到 它是十七八个月下毒的 你说它这玩意 拽毒可能时间太久 拽毒的时间太早了 拽毒太早了 另外它的配种 配的那个精种配的也好 你像这么大的牛 你要是配种的话 你得配的精种 你得说稍微刺一点的 下的牛犊要小点的 它就不至于难产 你下的牛犊要是大 它这个骨盆打不开 因为它这个牛小 骨架小 骨盆那会儿就是 打不开的话 那个下的这么小牛犊 就容易造成难产 你像这条牛 如果说就这个 像它这个骨架 这个牛长到这么大的时候 给它配种了 这个配种是比较 还是有性格的 你知道它这个牛 它这么大点 牛犊都倒月的 九个月以前配的 九个多月以前配的 你说这个牛犊的多大 配种配老了 就是坏住 就在这儿了 好了 本期视频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喜欢屋的作品 就请点赞和关注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